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否我就一无所求 想前进只要独立 不问成败 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我就是我 我要想我 不管别人怎么想 我就是我 我要想我 别人休想影响我 挑战未来 掌握方向 我要追寻真实的我 挑战未来 掌握命运 我要成为真正的我 皇上 老臣要见皇上皇冠 大胆 皇上息怒 铁文成 朕念你是南平国老臣 两国之间又互为邻国 这才勉强接见你 你却口出狂言要朕的皇冠 朕的皇冠就在这御书房 朕到底要看看你有几条命来拿 老臣不敢 还恳请皇上恩准 住口 如此大胆妄为的话 你也说得出来 朕岂能饶你 来人哪 在 把这不知死活的老家伙 拖出去砍了 是 皇上 皇上 铁文成死不足惜 请皇上听老臣一言 好 你说 朕要你死的明白 皇上 老臣就是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要皇上的皇冠 只因皇冠上的五色玉石 乃是唯一能解除 公主所重奇毒的解药 老臣万般无奈 才斗逮来求 望皇上铭剑哪 你可知道 那五色玉石乃是蜀国传国之宝 老臣明白 你明白还敢来 若非时间急迫 老臣绝不敢贸然前来 是必先反南平面奏陛下 请南平王亲自来求 求什么呀 可能你还不知道吧 南平老王已经驾鹤西归了 皇上 皇上说什么 南平老王因病驾崩 可怜哪 你这朝中老臣竟然还不知道 陛下 皇上 陛下 两国交战还不展来石 你又不是我国大臣 这念你对南平老王一片忠心 就不降罪于你 可是五色玉石乃是我国传国制补 我实在是不能借给你 把他带出宫去 不许再来 是 不是朕见死不咎 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是 引荐 东西在语书房 是 陛下 老臣未能随事在策 罪该万死 这件事不会难平 老臣绝不告诉公主 以免他伤心过度 至于公主所重之毒 老臣就是拼了老命 也要拿到解药 帮若公主 有半点善事 老臣绝不够活 陛下 乱 站住 抓刺客 招了 抓住他 别让他跑 快快 快 站住 什么 什么 用刺客闯进皇宫禁地 是 人呢 逃跑了 岂有此理 借北如此森严的皇宫 怎么会跑出来刺客 上个阵 你们谁负得了责 皇上恕罪 立刻给我家派人手 三步一岗 五步一哨 连只苍蝇也不准给我放进来 是 启作万岁 修阳王已回府了 启驾 皇上驾到 皇兄 你又上哪儿去了 听说你有事找我 是啊 一堆的事 烦都快烦死了 你快帮朕拿个主意吧 我这次回来 也是有事找你 要不这样吧 你先说 你说完以后我再说 嗯 拿到了 怎么回事 守卫的人太多了 晚上再去 我还以为你失败了 没关系 还来得及 晚上去也好 要毒宝 必须要杀人 不 能不能不杀 难 好 为了救公主 那只好杀人了 老朽 最多把这条老命赔给他们就是了 人是我杀的 用不着你赔命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守卫是无辜的 如果公主解毒之后 知道五色石是这样来的 一定不会原谅我 管她的 我都这把年纪了 也不在乎多活几天 她 她原不原谅你 你就这么在乎 她是公主 我是臣子 你说能不在乎吗 如果她不是公主呢 即使她不是公主 她也不愿意用无辜的生命 替她解毒 我是看着她长大的 她的脾气个性 我是最清楚的 虽然她那刁门公主的绰号 是我给她取的 但是 她是天底下 最善良最善良的女孩子 别人只看见她 刁钻任性的一面 却看不到 她悲天悯人的一面 我想 即使她不是公主 是个普通的女孩子 我也在乎她 我明白 你不明白 你见过她几次年 你忘了 她曾经救过我的命 我当然知道 她不管我是好人坏人 也不管我是不是会伤害她 看到我晕倒在山脚下 毫不防备地救了我 经过这件事 经过这件事 你也能体会到老朽的话 她是个好女孩 嗯 还是个好公主 哎 真是没想到啊 南平国会发生这么多事情 皇兄 说说你的看法 嗯 我的看法 是啊 朕说给你听的目的 就是想知道你的看法 好 那我问你 你是什么人 蜀国皇帝啊 答对了 那我呢 逍遥王 那不就完了 什么意思啊 哎 什么事情都要我来管 那我还逍遥什么 我知道皇兄 对这种事不耐烦 可是除了你 我不可能去问别人吧 嗯 也对啊 如果什么事情都要问别人 还当什么皇上呢 好 那你问我吧 哼 一项一项地问 嗯 我该不该跟尹权通合作 该 也不该 皇兄 你这是答案吗 当然是答案 好 为什么应该 那个杨思路的野心太大 可能会使很多人的生命财产 受到威胁 和尹权通合作 对抗杨思路 是应该的 那为什么又不应该呢 除掉杨思路之后 让尹权通他们推举新王 不应该 可是国不可一日无君 不推出新王 谁管朝政 哎 凤仪公主 皇兄 你糊涂了 凤仪公主是女子啊 女子又如何呀 她是南平老王唯一的后代 按照南平国的律例 女王是可以继位的 是吗 皇兄又是如何懂得南平国的律法 好 不管你是如何知道的 既然该与不该都有道理 那如何选择呢 静观其变呢 什么选择都别做 这毕竟是人家南平国的事情 你管多了反而不好 那两国和亲的事 那就更不能提了 咱就照着现在的状况 走下去就行了 好 我全听皇兄的 哎 皇上 我这只是个建议啊 你是皇上 你拿主意 我明白 我还有一问 皇上啊 你别问了 为什么 皇上的这个问题 我回答不了你 你怎么知道 我要问什么呢 那你看你又不信了 那你就问吧 铁文城求我借她 皇冠上的五色玉石 去救凤仪公主 我没有答应她 你说这样做 对还是不对 这件事 和刚才的事一样 对也不对 五色玉石 是我蜀国的传国质宝 岂可轻易借人 所以不借是对 可是 凤仪公主命在戴西 非五色石不至 她是邻国的公主 就算是普通人吧 见死不救 也绝非正义 所以不借 又好像不对 皇兄啊 你说 到底戒是不借 对还是不对 皇上 我说过 我回答不了你 为什么 皇上可曾记得 我跟你说过的 我回来 也有件事情要找你 是啊 可是与此事何干呢 我找皇上呢 是为同一件事 什么 失踪了 从蜀国到南平的官道 并不难走 他怎么会失踪呢 王后 我相信公主不会有事的 这孩子 总是让人担心 有铁大人在保护 王后不必操心 你再多派些人手 去把公主找回来 万一她不肯回来 就传我口语 说宫中有急事 让她立即回宫 是 王后 你放心 我一定找到公主 让她平安地回来 如果公主失踪 真的是蜀国造成的 四路定会倾尽全国兵力 要蜀国交出公主 如果两国大动干戈 岂是社稷之福 希望只是凤仪 贪玩而误了行程 一有消息 此路立刻回报 那就辛苦你了 哦 另外 你把这封信 交给尹全通 我想立即派尹全通 去南楚国一趟 我想了许久 说什么都不敢相信 那个毒害陛下的凶手 会是我哥哥派来的 我希望 他能查明幕后主使者是谁 你叫尹全通 立即启程 南楚王肯定会派人调查 陛下被毒杀这件事 而我们也可以不计前嫌 假装有着交好 并且协助他们调查真相 然后嫁祸给蜀国 这都不是难事 我顾虑的是 南楚将来会是我们的阻碍 南楚不会成为我们的阻碍 反而会成为我们的助力 哦 我倒想听听你的理由 首先 仙柔王后 是南楚王的亲妹妹 摄政王稳住了南平国的江山 又保护了王后 在这点上 南楚王不会不知感激 再者 我们的陛下 是被他们派来的御医所杀害 而我们又兴胸宽大的相信 不是南楚王所指派 因此 南楚王 没有理由不和我们站在一起 光是嫁祸给蜀国 还不足以让南楚出兵帮助我们 哦 摄政王您的意思是 把凤衣公主的死 也算在蜀国的头上 哦 摄政王还是要杀凤衣 公主必须死 否则朝中时老 会认为王室还是后继 那我这个摄政王 就永远当不了南平国的国王 必须有战争 我才能顺利结尾 摄政王不相信我 那倒不是 可是我不相信 时老真会听你的 那公主那儿呢 我已经安排引箭去了 那我恭喜摄政王 与祝摄政王早日登基 你还是尽快出发 去南楚传信吧 是 这顶朝官 除了祭天和大典之外 平时我很少带他 我就把他放在这个案柜里 放在那儿还安全吗 没人知道 我让侍卫和内侍们都离开了 可要是万一有人闯进来呢 不可能 这些侍卫都是当年皇兄 亲自挑选训练过的 别人根本接近不了这御书房 这批人还合用吗 还算合用 这不今天 就有一个刺客被他们赶走了 刺客 是啊 皇兄 你以为这皇帝的位置 就这么好坐呀 我当然知道 要不然我怎么肯把这个位置 让给你呢 皇兄啊 这顶朝官 铁文城借不去 可是皇兄想用 随时可以过来取 因为他本来就是属于皇兄的 帮他 nailed了 你也不得了 他说 aproximadamente 不认为他 也有很多人 就不认为你 真是 皇上什么事情不明白 那位凤仪公主 皇兄对她必知有恐不及 如今怎么对她 费起心来 路不平尚且有人才 更何况我和她 曾经还有过婚约 皇兄啊 你不肯说就算了 干嘛要长寺阵 皇兄 这五色玉石 你可以取一下 用过之后再到工匠镶嵌上去 就是了 皇兄有何不妥 这 这玉石摘下了 就想不回去了 什么 必须要将这玉石化掉 才能够解凤仪的点 皇兄 你不是在开玩笑吗 不是 这不是玩笑 事实如此 皇兄 你怎么如此糊涂啊 皇兄 你该知道这五色石的由来吧 我当然知道 这是父皇临终时留下的郑国之宝 父皇在世之时 对这五色石是怎样说的 你还记得吗 欲存国心 欲亡国王 如今皇兄 要把这五色玉石毁掉 岂不是要毁掉我大蜀的国脉吗 皇上啊 这五色石再珍贵 它终究是个死物啊 如果能够救人一命 才能发贵它的功用啊 就算这个玉石没有了 也绝不致有损于我们大蜀国的国运 皇上尽管放心不必担忧 孟超 你这样还称得上是孟家的子孙吗 皇上啊 我也是万不得已 没有这个五色玉石 凤仪公主必死无疑啊 她毒发身亡是她的事 五色玉石绝不能毁 孟超 你别忘了 这皇帝的位置原属我的 皇上尽管 那好 你就拿去吧 你说得没错 这皇帝的位置 原本就是属于你的 你还有什么不可以拿的 不过 你真的把五四御师拿走 你就连同这帝位一起拿吧 我不愿意承担这个罪名 否则死后 我无言却尽父皇 笑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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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拿不到五色石 我就不回来了 尹少侠 只要我不死 我就一定拿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为什么呢 你不必去 咱们出去再说 咱们出去再说 铁大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趁现在天还没亮 趁现在天还没亮 赶快出城 有什么话出去再说 好 吴宗盛 五色石 必须立刻送回去 以免误了时辰 老朽脚程太慢 有劳公子了 我不行 这个 还是请尹剑跑一趟吧 你怎么不去呢 我还有一件非办不可的事情 铁大人 你也快去吧 陆公子 说不定我还比你先到呢 是 是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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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急着找朕来呀 惠皇上 这 您看 这 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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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退下 诶 是 好 皇兄 没想到你连这逍遥王都不干了 可是你这样做 可是你这样做 还算是梦子 是梦家的子孙吗 嫩 玛儿啊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 随你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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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宇 为什么还要让公主沉睡呢 公主睡着了 气血运行比较慢 万一 万一五色时来迟了 或许可以发作得晚一点 看来现在就等五色时了 他们拿得到五色时吗 嗯 时辰赶得上吗 嗯嗯嗯 其他的药材都准备好了吗 嗯嗯嗯嗯 你今天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 哎 你今天怎么那么多废话呀 哼 哼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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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语 下语 怎么了 你快看看公主的脸 糟糕 公主的毒发了 续命丹 没有 怎么办 怎么办 续命丹没有了 下语 你快 你快替公主治病呢 我 我治不了啊 就说啊 你快想想 有没有别的办法 没有办法 只有等五色石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下语 公主还能撑多久 最多半个时辰 五色石来了 快给我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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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下公主有救了 快点 慢 哎 那五色石你是怎么拿到的 不是我拿的 是我家公子 嗯 那他为什么自己不回来 却要你送回来呢 他有事要办 怕耽误时间 怕武功很高啊 那当然 我的武功全是我家公子教的 你没下苦功 为什么 你差得太远了 本来就是嘛 我家公子的武功 恐怕世间少有对手 别哼 哼你也打不过他 不对吧 你一定和他交过手 而且一定输给我家公子 要不然你怎么知道 他武功高呢 我会再试 别试了 从来就没有人赢过他 最怪的是我家公子 根本就没什么招式 据我家公子所说 这正所谓无招胜有招啊 无招 就没有破绽 嗯 好 是个好对手 呀 你还真打算和他比试啊 哎 我劝你还是免了吧 醒了 醒了 好了好了 公主的毒开始退下去了 公主啊 你把我们急坏了 幸亏引荐 及时把五色石带回来 不是我 是龙涛 龙兄 他人呢 公子去办点事 马上就回来了 哎 那铁大人呢 他应该快到了 哎哟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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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大人 铁大人 哎 哎 铁大人不要乱动 尹大人 怎么会是你 我怎么会在这儿 哦 铁大人不幸从马上衰落跌昏了 下官正好路过此地 就把铁大人扶到了车上 哦 啊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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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到这儿了 哦 下官是奉王后旨意 到南处去的 王后特别要求下官 在回城的路上 到蜀国来打听公主的消息 哦 公主呢 铁大人应和一个人在这官道上啊 哎 公主险些罹难 如今应该没事了 陛下 哎 陛下怎么了 怎么突然驾崩了 铁大人 你人在蜀国 怎么知道此事啊 哎 是蜀弟告诉我的 你快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世间的经过就是这样 杨思路竟然如此大逆不道 弃君自立 可怜陛下死的冤枉 连王后也被杨思路 蒙骗至今啊 顶全通 对付这种乱臣贼子 你应该广告群臣 声讨伐他 岂能容他幕侯而冠 妾占神器啊 哎呀 铁大人 那杨思路兵权在握 有诡计多端 下官实在是对付不了他呀 如今 只有公主回国继承大位 才能粉碎杨思路的阴谋啊 杨思路怕的就是公主回国 难怪他派杀手来行刺公主 什么 他敢派人行刺公主 而且不是一拨人马 其中还有 杀害当年大将军 曹炳全家的凶手 黑风三十六旗 如今想来 一定是他干的 没想到 他处心几率这么多年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陛下带他亲如兄弟 他竟然做出这种天人共怒的事呀 铁大人 如今公主的安危最为重要 千万不能让杨思路的阴谋得逞哪 不错 铁大人 你既然带了这批卫士 就随老夫一同到公主 暂时休息之处 人多也好保护公主 当然 不过 下官就不必遣去了吧 哦 为什么 下官奉旨去南处 若是余气不归 杨思路必然生疑 倒不如下官先回南平 一方面 暗中联络群臣 另一方面 从其他将军手中招得兵马 到蜀国来保护公主返乡 铁大人意味如何 好 这样也好 下官 带来了二十名卫士 就先博实名 与铁大人一起 与公主会合 铁大人 你看如何 好 就这么办 不过切记 叫他们 不要向公主透露 陛下驾帮之事 以免节外伤志 是是 铁大人稍后 下官就向他们交代一下 别在我面前走来走去的 我还想问你呢 你能不能动一动啊 你说你像跟柱子似的在这站着 谁要是不小心啊 真会被你吓一跳呢 你能不能坐下来休息休息 不要总是担心有人会来自杀凤仪公主 有我 我 我们 我们 谁也不敢来的 已经有人来了 是有人来了 而且来的还不少 你的耳力是比我零一点啊 铁大人来了 就是这儿 怎么样 公主怎么样 解读没有 谢天谢地 菩萨保佑 你先别高兴那么早 他们是干什么的 他们是南平国的卫士 前来保护公主的 你们到四周布岗哨 有外人接近 立刻禀报 是 我去看看公主吧 公主 公主 恭喜公主 齐毒得解 放铁无恙 铁大人 辛苦你了 对了 公主 我们收拾一下回南平吧 瞧你 一回来就知道催我 天都快黑了 难道要我们摸黑下山呢 不不不 老臣不敢 我们明天一走就走啊 铁大人 公主身上的毒还没有完全清除 要连复三天的药才行 在这之前还是不要太过劳累的好 听见了没有 我可是个病人哪 你还要催我下山吗 不不不 等公主康复以后我们再走 那就是了 你一路赶回来够辛苦了 你先歇息着吧 是是是 老臣这老骨头都要散了 那 老臣先倒退了 去吧去吧去吧 公主啊 铁大人这一趟也的确够辛苦的了 我知道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对他说话太不客气了 我是故意的 我对他的态度啊 他早就习惯了 要是哪一天我突然对他客气起来 恐怕受不了的一定是他 哎对了夏宇 照你的说法 我们还要在这儿待上三天呢 其实也用不着三天 大概后天 公主身上的毒就解的差不多了 后天 也好 龙兄也差不多该回来了 我没有办法照顾你 马儿啊 我就要进城了 没有办法照顾你 也不能安置你 放你自由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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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